還有重量啦,這個重量對機車族是不可承受之重啦 完蛋了,藝人的風采都這樣美了 所以只要成功路在石灘路代轉那邊 第一個代轉太小,而且那個其實 汽機車都禁止左轉,所以必須要強制代轉 那每次上班的時候,每個紅綠燈都超過30輛的機車在那裡出來了 這個真的代轉大幅喔,真的變成代轉機變成代轉機很危險 所以有這一個替代道路從南京東路六段之後 就變成對機車比較安全,而且相對的也比較便利 這個是有它的需要 我記得之前不是還有那個主播嗎? 然後在石灘路那個路口代轉的時候,然後被開單 對啊,因為他們都有跟我陳情啊 所以那時候老實講,我對道路平權那時候一直半解 而且我做了錯誤的示範 我那時候是把代轉區擴大 而且是把人行道敲到一部分 所以我那個做的是錯誤的做法 所以那時候就很多人批評我 所以我就慢慢學習 後來我才思考到南京東路六段 這個其實也是基礎會有提出建議 南京東路六段可以做為石灘路 左轉的一個地帶道路 而且南京東路六段也是現行台北市幾條 包括中校西路 都是進行機車的一個道路 我覺得這一個真的不合理啦 交通局他們反對開放的理由 是因為高速公路下來的閘道 他們擔心車流過快 可是我們實際去看 他高速公路下來的閘道已經經過了500公尺 甚至接近800公尺 那麼長的長度 你一般的市區道路就是50公里限速啊 那你汽車還要標到8090 那個是你汽車的問題 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怪到機車啦 我覺得這個我們追求道路平權 是對於所有汽機車路人都是一樣的權利 所以把所有責任都歸咎到機車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跟心態 還是很多目前政府齁 包括執政者 甚至台北市交通局 都有這個錯誤的觀念 這個必須要把它導正 所以開放南京東路六段 只是觀念導正的一小步而已 還要努力的還很多 每次都這一台 每次都這一台 每次都一台 可以這樣子 還蠻接近的 好啦 現在可以啦 現在可以啦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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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第一排耶 真的上去耶 哇 我要當第一個 我都被搶走了啦 完蛋了 藝人的風采都這樣美了 大家都想要這樣騎啦 被搶走了 所以真的這個就有需要啦 牌子來了 牌子來了 要不要賴回去做紀念啦 哈哈 可以 還有重量啦 這個重量 對機車族是不可承受之重的 好啦 我們今天就把它拆下來啦 這個一小步 未來還有族步要落實道路平權啦 真的台北市 機車有95萬人 真的要對機車要公平 這一個 只是一小步而已 未來努力的道路還很長 騎一趟吧 我們騎過去吧 沒問題 不可承受到 沒有問題 我們會找到 輕式的當地 撐不動 觸到 可以 拉緊 到 那裡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就想說 為什麼我機車團跑過來就不 對啊 怎麼會那麼多台 他說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不怕死的 這幾個人不怕死 這幾個人要拿罰單 但是這幾個人是已經允許了 停冷區會比較慢一點 停冷區大概給我一個半月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好 沒問題 好 感謝 然後你也多宣導一下 讓大家可以 沒問題啊 因為進來這邊上班的也有 就是說變成你要走成功路 石灘路右轉也可以 因為那邊熊市那邊上班近嘛 或者是升橫艙 然後你要在成功橋一下橋到石灘路 把成功橋一下橋那裡直接左轉代轉也可以 那是到那個企業大樓那裡 然後從南京東路六段過來這裡 也都可以變成有三個選擇的方式 謝謝企業喔 今天我們雖然剛剛會看完有一個小插曲 有一個大哥已經先騎了 那我們算是第二波騎上來的 南京東路六段開放只是 道路平權的一小步 未來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中校西路 我們都要爭取這一些保障機車主的權益 爭取道路平權 這是一小步 然後我們未來繼續努力 好 感謝議員啊 南京東路是台北市的五個進行路段之一嘛 那也就是說年終是南京東路六段 然後呢年底應該會有中校西路 中校西路 年底選舉的時候也要讓議員繼續高票當選 謝謝企業 謝謝 加油 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感謝善心人士跟極限專賣提供 呵呵呵呵 360 欸等一下好像夾不住 可以嗎 沒有太小了 我夾後倒進來 我覺得這隻也不錯 應該一千多款 對啊 你說哪一隻這隻嗎 對啊 欸就是 他們有友情提供 呵呵呵呵 啊那個前面 三立那個 青湖二路三路 青湖二路三路 也是職業啦 職業就 還有那個啦 新山路往轉這個方向的也是 新山路轉這邊什麼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新山路轉這個方向 也是有那個帶轉排 對有帶轉啊 啊這邊也是一堆 也是一堆人就是每天都在講 對 其實我也蠻想你那邊 我也會想要直接轉 所以我現在偶爾 我現在有到經過這邊的時候 我就往前騎 然後到裡面巷子再出來 然後到裡面巷子再出來 也這樣繞 也這樣繞喔